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才能够帮助我们摄取均衡的营养 现代人因为忙碌的生活,有时三餐可能都吃外面的 在饮食分配比例上可能容易忽略均衡的问题 尤其吃素的朋友可能长期只吃蔬菜水果来摄取热量 而使身体可能长期缺乏某些营养素 所以常常容易觉得疲劳想睡觉 因此不得不注意饮食摄取方面的问题 常常会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民众吃素 可是它的热量来源全部都是碳水化合物的违原则 所以会造成吃素的民众比较容易虚胖 或者是说万一有糖尿病的时候血糖控制会不稳 甚至就是说要么虚胖要么就是太瘦 所以在食物的营养均衡里面要特别注意 蛋白质的来源一定要足够 所以可以的话每天一定要皮像有黄豆或者它的制品 黄豆类的制品为原则 因为黄豆或黑豆它的蛋白质来源营养几乎跟肉类 鱼类没有什么差异 它的蛋白质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如果我们吃素的民众在蛋白质的摄取量一定要足够 千万不要都是以碳水化合物包括我们的全骨根筋类或者是水果类的热量来变成主要的营养素的来源 吃全素的人一定要注意蔬菜水果还是要适量摄取 另一方面也要多摄取蛋白质 不吃蛋的人也许可以多吃黄豆或黑豆来补充蛋白质只需要的热量 千万不要过分依赖白米淀粉类的食物或水果 以免摄取过多的糖分增加身体的负担 法界新闻欧志宁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